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呢 老实讲呢 今天早上呢 我一打开我的手机 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马上就是 OMG 这是狗里啊 好 这新闻就说呢 我们的副首相哈马扎献呢 大家都知道他仍然有官司禅神的 哈 他的官司还没有解决的 所以呢 他的护照呢 按照程序呢 只要被法庭扣押的 啊 但是这个阿玛扎献呢 他因为他是副首相 就是这个乡村发展部的部长 啊 他就跟这个 法庭呢 就申请了 就说啊 他因为职务上的需要 他时常要出国什么之类的 所以能不能申请了 永远拿回这个护照 方便他做这些公务 啊 ok 在这之前呢 法庭呢 是 啊 不允许他拿回的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呢 又允许他拿回的啊 啊 ok 在我开始这一个 课题之前呢 我必须要跟大家非常正宗的讲清楚两个地雷啊 这个课题有两个地雷啊 一定要先听清楚这两个地雷啊 首先第一个地雷就是呢 就是啊 法庭那边呢 无论做什么判决都好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好啊 啊 任何公众都不可以善意的评论啊 你评论的好也不可以 评论的坏也不可以啊 总是法官是这样判的 就是这样判了哈 不要去评论他到底是好是坏 你没有这个权利啊 你一评论下去的话呢 你就是犯法了啊 警察可以抓你啊 啊 所以 第一个地雷啊 法官不管是判什么东西都好 绝对不可以评论的啊 so 第二个地雷就是呢 啊 ok 当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第一个想法就是 哎呦 安华怎样可以让这个阿玛在拿回护照啊 这就是第二个地雷啊 我告诉你啊 怎样说第二个地雷呢 ok 你要知道啊 马来西亚是三权分立啊 哪三权呢 就是呢 行政权是一个权利 以首相为首的行政权是一个权利 然后呢 立法权就是国会里面那个立法权是一个权利 还有一个是司法 就是那些法官们就是一个权利 这三权是分立的啊 没有互相干涉的啊 讲是这样讲啦 ok 所以呢 当你嘴巴讲出这句话 安华怎样可以让阿玛在拿回护照 这一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地雷 很大的错误啊 啊 因为首相是行政权罢了啊 他没有司法权的啊 他不可以干涉司法 现在这个阿玛在拿回护照啊 是法官判的 是司法权判的 啊 跟首相一点关系要没有 所以呢 你说这句话呢 和你本身存在的一个地雷就是呢 啊 你就是说这个安华呢 啊 他滥用他的职权啊 叫这个司法权啊 做这样的下判啊 你知道这是几严重的指责吗 啊 其实是不可以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雷啊 ok 啊 而且还有第二个地雷就是呢 啊 如果你嘴巴会讲出来这句话就是 安华怎样可以让阿玛在拿回护照呢 啊 这样你心里面是不是在默认 啊 这个首相本来就应该干涉这个司法权的 没有 不可以 啊 我们做人不可以双双标准 啊 首相是不可以干涉司法的 不管这个判决是对你有利还是对你不利都好 首相是不能干涉司法的 我在这里啊 再一三的强调这 这一句 ok 好 我讲完两个地雷啊 我希望大家很清楚这两个地雷不好踩下去啊 ok 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东西呢 跟这个法官的判决完全没有关系啊 我先做一个disclaimer 我绝对不会公开评论这个法官的判决 啊 法官判的就是判了 啊 没有对错之分的 ok 我先做一个disclaimer ok 我现在要说的是呢 当普罗大众呢 看到了这一个新闻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反应 ok 绝大多数的反应就是 啊 像我刚才讲的 omg 哦 啊 要怎样讲呢 ok 我老实说啦 啊 站在普罗大众的 啊 立场来看啊 每个人看到这个新闻的哈 多或多少都会想到去安华那边的啊 啊 啊 据说 啊 不管你安华呢 有没有分都好了 让阿玛杰医拿回这个护照呢 啊 是很多人都不乐意见到的事情 啊 结果就会对有关当局啊 厌审士奇啊 这是跑不了的事情啊 啊 ok 再加上呢 现在六周选举又要来了啊 我真不明白 这个时候来这么一单的话啊 这个西蒙的选情就是要写上加上 啊 真的是一句 哎 然后下山一万个字 我都不知道他怎样讲啊 啊 所以很多东西不能讲啊 因为你不能评论法官讲判 啊 然后你又不能说这个安华是有份去干涉司法的 两个东西都不能讲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啊 啊 我只能说的就是普罗大众对这个东西的观感啊 并不是很好 而且会影响这个六周选举的选情 尤其是华语选票啊 所以我本身看到这样的决机 我也是 很多话不能讲 哈哈 啊 我只能说啦 现在这个安华才会拿回这个护照呢 这个西蒙 请看路啊 这真的是我由衷了啊 啊 祝福啊 西蒙一句话 请看路啊 ok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一句就是呢 以现阶段来说呢 西蒙仍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啊 因为你不选西蒙的话 难道你选国盟呗 啊 难道你要给回教党来做首相副首相呗 啊 现阶段真的是没有选择了 西蒙仍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实在是不能看到这个西蒙啊 有任何刑察踏错之举啊 啊 我 我是对这个西蒙啊 抱有很高的期望啊 啊 我希望了接下来的西蒙啊 可以好好地看路了 啊 就是任何让民众不愉快的事情 真的是尽量避免啊 尤其是一些大是大非啊 啊 看要怎样啦 但是跟这一单事情 相提并论的话也不是很适合 因为我们都知道司法权是独立的 啊 安华那边其实不能干涉司法权的 法官这样判就是这样判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 人民是怎样想的 啊 人民如果要把这笔账 赖在安华的头上 就很可能发泄在那张选票上了 啊 这是他必然会发生的结果 啊 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啊 给我只是在那边讲述很客观 啊 的事实吧 啊 总的一句啦 还是那句 祝西蒙好运 请看路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